今天又有一位車主,透過我這邊, 分享他改裝皮卡車 HILARC 的心得! 看一下Vigo 3.0 誒!怎麼問你在這邊? 你又怎麼在這邊? 你又怎麼在這邊? 我先問你怎麼在這邊啊? 低色哦! 這個哪來做麼的? 裝貨的時候,它可以頂著! 安全! HILARC 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今天這一集的 QCCS 我是許惟欣! 在我旁邊的,就是車主,怎麼車壺? 叫我小輝! 跟觀眾介紹一下你這輛車! 2014年,3000cc的Vigo啦! 然後你那時候買了,就馬上做改裝嗎? 沒有沒有沒有! 一開始就是很保護它啦! 很愛惜它,就是沒有想要改裝! 過後就是一兩年啦,它有做改裝啦! 我想問一下,這個我很好奇啦! 因為我沒有開拉啊! 你買這輛車,你第一個改的東西是什麼? 哦,這個哈? 我第一個改是改它的煞盤跟煞盤 改去什麼呢? 他們講是Pajero的煞盤煞盤煞盤 是1.7還是1.8吋! 所以其實是很重的車啦! 它會改這種煞車盤還有卡鉗,我能了解! 那過後你還有繼續再改嘛吼! 你過後你改了什麼? 過後就下電板了! 下電板,然後過後再換煞盤,然後再換煞盤煞盤的引擎蓋 那現在,你用的是什麼電板呢? 這個是Alphatec 是Piggyback吼? Piggyback 其實我發現到,好像蠻多人都是用Piggyback 好像沒有什麼看到有站 alone 你這輛現在是改來工作嗎?還是 私家車,家用車 外面外觀介紹給大家看 哦,這個車頭,這個是Fortuner 哪一年的啊?這個Fortuner 這種是2014年 這樣Fortuner的話,這個蓋就不能用Vigo的了? 可以,可以用回! 可以哦?可以用回,對! 可以看到? 嗯! Fortuner的車頭,這個改法其實很普通 我們沙拉瓦MIDI這邊,其實我看到幾輛了啦 OK? 卡本煞盤的多少錢啊? 泰國的啦! 泰國卡本煞盤啦! 最少也要兩千哦! 你買新的嗎? 新的! 啊,也是... Projecti啊? 對對對,Lansor 它的牌子是Lansor 哦,Lansor! 這個Projecti是它的系列 泰國的皮卡車,很常見到的 2255,15,18 Wastelac的 Super S哦? 對! 然後,它後面是沒有載東西啦吼? 嗯,沒有載東西啦吼! 作為何你要噴藍色叻吼? 喜歡藍色啦! 就是不要跟車一樣的顏色就是了! 跟車一樣的顏色,那種是APEX! 我們年輕人啊,後面車斗的顏色,一定要不一樣! 這個才顯得我們年輕! 這個其實,這個鐵啊! 還有這個鐵啊! 它是裝來有功能的嗎? 這個我很好奇哦! 美觀啦! 美觀啦! 美觀比較多! 美觀比較多! 這個要多少錢叻?我問一下! 八、九百塊了! 八、九百! 然後這個? 這個兩、三百塊 OK,不會貴! 不會貴! 我們就看裡面,還沒有拍攝之前,我就偷偷敲了它的門 聽到嗎? 啊!這個是我很音響的人! 你沒有跟我講,我知道的! QCC S6 2015叻! 這個它是原裝,是這樣的嗎? 不是不是,原裝不是這樣的! 你這個是... 哦!是哦!最後一期有電動椅子的哦! 對,有電動椅子的! 所以這個是你自己再重新拿去包的! 嗯! OK,可以! 只是這邊會不會突然間駕駛,加到... 加到... 加到... 這個Sterling Carbon Fiber的Android G Botage Water Temp Oil Press Oil Temperature DeFi的A柱 旁邊兩邊 有這個喇叭 喇叭這個方面,對不起啊,我不在行 誒!誒!你看! 哇! 這個車主,非常安全 嗯! OK! 有滅火氣,很好! 等一下! 哦!這邊細節,你看! Carbon Fiber啊! 這個不是原裝哦? 不是原裝 後面 哇!你看到嗎?也是Carbon Fiber! 你有載小孩子哦? 有載小孩子 幾歲啊? 一歲多啊? 一歲多 我們走去開它的電板,看一下 好 哇!電板! 誒! 不是,這個音響了! 我知道,我知道! 這個是音響的電板 對 音響這方面,其實你花了多少錢? 估計啦!估計 最少啦! 最少一萬元 一萬元 10K 最少一個10K 10K 誒!我看不出哦! 哪裡有10K,你跟我講啊? 你跟我講! 主要是它的這個喇叭 哦!它前面那個喇叭哦? 這兩粒喇叭 我的 FLUX 我不懂什麼牌子啦! 可能觀眾們會比較知道 然後我知道它這個有隔音了 可能 哇!要一萬元哦! 一萬元可以 一萬元了耶! Pigyback AlfaTek Toyo Max 1.3 它可以喬Mod 1,Mod 2嗎? 嗯,對! 在哪裡啊? 這裡! 哦,這裡? 它可以喬青燈跟藍燈 兩個Mod 兩個Mod,對! 它還有 紅包這邊 有錢的嗎?這些? 沒有啦! 沒有嗎? 準備了 哎呀,你要放一點錢的嗎? 啊,放一點錢我就可以不用 送人家的IC了咯! 保護櫃桿的,不要給櫃桿塞到 哦,這個AlfaScan 這個東西有檢測燈的時候 對 啊,知道吼? 它這邊就會顯示你的車到底是什麼問題 然後它還有水溫,油溫那些應該都有吼 都有 監控器,好像meter這樣子的東西 這個是什麼東西? 控制油門的 哇,這樣大片啊! 對,我也是忘記什麼品牌了 在KK那邊還蠻出名的啦 哦,這個車其實也是Lowward了吼 Lowward了,對 你用什麼品牌的? Alsober 哈? 啊? Tedle 啊? 哦,紅紅色的那個啊? 對對對 Scan 你有改過嗎? 有改過 也是用Tedle的Lesspring 但是我看你這一片好像怪怪的哦,你看 原裝是5片嗎? 這個是6片 不是加多一片? 沒有加 OK,OK,OK 這個是我覺得 為什麼我會採訪它的原因吼? 因為它拍照給我看的時候,哎喲! 哦,像Casso的Condition這樣哦! 啊,五顏六色 就看到就很開心的啊! 跟觀眾講一下你到底有改了哪一些東西? Turbo? 什麼Turbo? 這個是 Custommade的Turbo PF55大 PF55大 OK 它的葉子啦 F55是48.5mm 48.5mm 我這個是54mm 54mm 後面葉子是59mm Mani Flood 咯 還有這個Vesgate咯 我們還有改 Intech咯 這個Intech我沒有看過耶 這個是BRD牌子的 BRD,對 我有看過這個品牌 啊,Intercooler咯 啊,大片的Intercooler 下面還有那個 ATF Cooler OK,我們還有這個 Subtank 這個Subtank 它是給隨時都可以吸到油的一個東西 哦,這個很漂亮的這個鐵板 還有這個是power steering的哈? 啊,對,power steering 哇,你看到嗎? 床黃色就是很漂亮 還有這些,哇,accessory很多 這些不要裝起,是都可以的吧? 都可以 這邊 去了多少錢啊? 位置數 我知道,你老婆沒有看的 有有看有看 怕啦,有看 我這樣子看,打底啦 5萬塊這邊 這個Intech我沒有看過 渦輪我也沒有看過 叮叮咚咚很漂亮的東西 我也沒有看過 哦,你的OE pump有沒有改過? 這個要看 他們是講一對一 有有有 有啦,也是一對一啦 因為改大馬力了,一定要的 這樣你的車有上馬力機嗎? 之前有上過啦 多少匹呢? 314匹這樣 有改到這樣 嗯,300匹 一定有300匹多了的啦 所以 這個就是 渦輪車的好處 我相信你引擎也沒有動過吧? 引擎沒有動過 延延延延延,看到了沒有? 就是 換一個HIGH CAM而已 哦,有換HIGH CAM? 有換HIGH CAM 換HIGH CAM,還有油嘴咯? 油嘴,對,一定要 油嘴一定要 油嘴,你會懂什麼油嘴嗎? 2-plug的大油嘴啦 BOOST CONTROLLER 用轉的 嗯 哦,它很細心,它這邊還有畫一條線 嗯 就是說擔心,如果up boost 了 忘記喬回來 它這樣子看,它就會喬回來啦 哇,你這個 其實我看很多人啊 不喜歡用蘑菇頭哦 沒有進380匹裡面啦 沒有沒有 如果有進380匹,很危險耶 不能夠 吸上去 你這邊就 clack clack 哇,這個螢幕其實很大片 很厚哦 對,大片的 這個螢幕這樣子要多少錢啊? 最少要2000 2000? 最少 我刪除用400多塊的 我覺得那個可以收起來 不要給人家看到最好啦 這個2000塊的可以放大大下來給人家看 哦,還有一個carbon fiber 哇,你看它裡面 這個才叫細心啊 這樣話不多說 嗯 等下我就來開一點點 然後這個車可以lap 去試一下時間嗎? 可以 可以啦 好,Let's go! 好,I can 你 我們 你 我們 你們 坐 好的 我們 Zither Harp 欸怎麼你在這邊? 你又怎麼在那邊?! 你又怎麼在這邊? 我先問你怎麼在這邊啊? 低色哦! 哦,我知道低色啦! Betrett公也是有拍,大家可以去他的頻道看,這樣你應該會先出··· 哇! One Kickstart 的這個啊! 它是,哇!關門的聲音! 我的天啊! 哇!有哪一個隔音呢? 可以贊助我Vios啊,我的Vios 可以的嗎? 這個2014不是最尾期的吼? 算是最尾期,2015我才換去TRD版本 哦!TRD版本,你這個不是吼! 所以3.0的,它就有這個電動椅子 最後一次駕改裝,應該是駕小金的啦! 我拍那個沙拉瓦,為什麼? 這樣多人買 pick up 車! 這個牙箱有做過嗎? Transcore? 有有有,Transcore! 也是有Transcore,一定要Transcore! 因為300多匹了,沒有Transcore,一定slip的! 哦!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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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我覺得要給你們看我的臉一下! 你下了電板,下多久了? 三年應該有! 哦!三年了,我用這片哦! 用這片三年了哦! 這樣,你三年裡面你用這,你覺得怎樣? 你有沒有遇過什麼問題? 目前是沒有遇過什麼問題的! 不會說,突然你用一下電板害掉? 不會!不會! 用到駕駛間刮壓縮掉? 不會! 這個也是配給你們參考啦吼! 你看,又是一個Vigo Vigo的改裝比較多啦! 在Mili啦,OK? 在其他地方可能D-Mac比較多,但是 有人改,我知道! 但是,哎呀! 他們不喜歡我啦! 哎呦,他們不要給我拍! QSX誰? 那個不專業的! 不要! 半桶水的! 最高... 最高四十而已啦? 最高五十而已 最高五十? 嗯,四十,四十只是 電力輪廓 哦,如果你突然間遇到,哎!你的Vigo 會! 然後你就去前面BOOST CONTROLLER轉一下,然後就給它 清它! 哦!還有這個,剛才我應該沒有拍到 然後這邊,有一個看 Common Rail的 Pressure Pressure 它是看它有沒有油落吼? E-Drive啊! 所以你這個車就是平常在開的? 每天都有! 每天都有開的! 老婆的... 上下班! 什麼? 老婆開這輛車? 嗯,上下班的! 上下班! 對呀! 看到了沒有,改車並不是一定是給男人駕的嘛! 給老婆駕都有,所以改車完遂! 在伯伯去幫我駕,老婆自己去上班 所以為什麼要改矮啦? 你孩子可以比較容易上下車 對 然後也比較穩 重心低 哦,還有是美觀咯! 這個A柱這個東西啊,它是整條買的嗎? 對,整條買的 哦,不是拿你原裝割? 不是,你已經有做好的了 嗯! 不錯不錯,有反應! 嗯! AZOS 很吵! 也還好叻! 我駕過更吵的,你懂它的 spec嗎? 幾吋口徑? 3吋3吋 還有中間有一個軟喉咯 要有軟喉咯,不然有時候那種敲道啊 如果沒有軟喉咯,它會直接傷到你的渦輪 渦輪 渦輪可能會因為鈍道向而裂掉 哇! 嗯! 本路很差 是咯! Sarawak Highway啊! 為什麼你2014年的時候啊,你會要買Vigo? 你不要買那種D-Mac啊,還是其他Nissan那些? 比較耐用啦! 然後零件也是比較通,比較容易找咯! 改車,它們都是用Vigo啦! 比較容易改! 如果你要找二手的,也是比較容易找! 怎麼你會把車頭換掉? 其實也是沒關啦! 換車頭要多少錢? 我相信很多人要換車頭是不是? 包碗啦,包噴氣那些啦! 最少4000 4000? 最少4000 它這個是泰國Ricon的 Highlock改喉咯 它的確是比較穩,但是我這樣子駕啦,我會覺得相對來講 對那種原裝更高的啦! 它稍微會比較跳一點,所以這個就是取捨咯! 如果你要把Highlock改喉咯,就會比較跳一點! 但是穩哦! 你穩哦! Torner,你跟那種原裝Highlock,你贏哦! 是不是? 但是如果你要進8叻,啊,不要啦! 不要啦,OK? 你放高比較好,OK? 那我一路這樣開上來,那感覺是很好的! Dailie Drive,OK? 它不會講很難開,因為是Auto! 我這樣子開普通,開普通彩油,我覺得15頭? 嗯,15頭? 我猜,我猜,你覺得咧? 我猜14了! 14啊? 哦,你是不是有試過哈? 對,沒有試過! OK,現在我們來到比較空曠的地方 尷尬! 哦! DISTER POWER~~ 車輛車輛車輛 放速不高哦! 放速才去到35kmh 哦~~~ 我沒有停完 沒有停完 稍微這樣開一下罷了 現在我們來到這個安全地方 你們看我的影片 一定要看我 拍一個東西 那個是什麼? 零四跳車 啊~~就是啦~~ 好,現在我就裝上了 P-Gear 這個東西叻,是需要這一片的啦 OK 哇~~ 哇~~有沒有啊~~ 13.86km哦! 哇~~我GPS壞掉了是不是? 哈哈哈哈 騎跑到尾153.56km哦 哇~~ 我GPS壞掉了耶! 這咧,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你一定要跳多一次 很久,太久沒有跳車了 我看到他手忙腳亂 好,現在 我們再試多一次 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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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駕用車啊! 給老婆開的啊! 0.4 13.66秒 0到105.37,去到尾是155.33kmh 哇,你滿意嗎? 可以啦吼! 好,今天這一集的 QCCS 就是非常感謝這位車主可以願意接受我們的採訪 願意在我們這邊分享他的改裝給大家看 希望大家能夠從這邊,能夠拿一點點的參考,去改你們的車子 如果你們還有什麼比較好的車叻 如果不介意分享叻 可以聯絡我啦,我不是壞人來的 如果你們態度好一點,不要藍西藍湧 OK的嘛!是不是? 我們下一集見! 啊哈哈哈哈 啊!有鏡子啊! 你到底不在理我啊! 我...我今天也穿著...